那么讲完之后 其实关于这个这个 这个函数相关的呢 主要内容啊 咱们就说完了 主要这个函数里边呢 其实就是你在 获取stmode里边数据信息的时候呢 它用到了大量的红 那大量红啊 那么这些红呢 在咱们版文档里边 其实都是可以查到的 而且你在查版文档的时候呢 里边后边有一个小例子 这小例子里边就说了一下 我怎么把这个文件类型的取出来 怎么判断文件权限 其实小例子里边都有 那写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小例子 好那咱们来看这个函数啊 跟这个函数相关呢 除了stata 还有一个叫做lstata的函数 还有这样一个函数啊 那这个函数咱们来查看一下 版文档 好那其实它跟这个stata呢 在同一个位置啊 在同一个位置 因为他们的参数呢 一样吗 是不是完全一样啊 啊 这参数啊也完全一样 只不过就是函数的名字不一样 啊 那这函数名字不一样 他们两个哎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他们的区别主要是在哪呢 在读这个链接文件的时候 什么叫链接文件呢 就是软链接 什么叫软链接啊 就是快捷方式 啊 那快捷方式怎么创建出来的 就ln-s什么什么吧 对吧 哎 通过ln-s创建出来的这个链接文件 哎 在读这种文件的时候呢 哎 他们是有一些区别的 那咱们呢 可以去验证一下啊 ln-s 嗯 就不写绝对路径了啊 咱们就在当前梦想 测试一下就行了 s.s 好 现在呢 有了一个叫做 s.s的一个链接文件 那咱们把刚才 这个state.c文件呢 给他做一个修改 好 你看一下啊 我把这个什么呢 咱们刚才通过state函数 读的是不是s.s啊 这个s.s你看他读出来的文件大点是多大啊 110056 然后说呢 这是一个普通文件 那么你看 我们读的s.s这是普通文件吗 这是一个链接文件吗 还是说用这个state函数啊 去读s.s这个链接文件信息的时候呢 很分明发现他在说谎 ll1s.s 你看s.s这个权限是不是满的呀 是不是啊 链接文件啊 对链接文件操作权限其实满了 你说 咱们说来的数据呢 你说哎 发现呢 有可能有些不对啊 咱们呢 然后再改成带l的这个state来看一下 好 你现在再看 plussize等于11 这个大小他说等于11 你看这是11吗 然后那句话就没有输出了 对我们只是判断是不是普通文件 那么他不是是不是就不输出啊 对吧 就说明他不是普通文件 你看这个权限rwx 是不是这三样都有了 好 那就说明应该什么问题呢 你看啊 上面这种情况怎么造成的 其实呢 这个state在读s.s的时候 他读的是这个s.s的信息吗 其实他读的是什么呢 你看s.s是不是他指向这个english.tit啊 那比如说 实际上state函数在读链接文件的时候 他读的并不是这个链接文件本身的属性 他读的是这个链接文件指向的文件的属性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说这个state他指向的是链接文件 指向的那个文件的属性 并不是这个链接文件本身 那如果你要用lstate呢 是不是他获取到的就是链接文件本身的属性了 是不是 那么这就是带l和不带l的区别 好 这是s的 那么state呢 啊 那么读取的是链接文件 指向的 啊 指向的文件的属性 那么像这种呢 s的他这种 这种函数啊 他 这个性质呢 我们有的地方呢 称之为追踪 有的呢 看资料称之为穿透 那不其实不管叫什么 其实都差不多 像什么叫追踪啊 什么叫追踪啊 你看这是原文件 对不对 原文件他有一个快捷方式 那么这是l 就是这个快捷方式是不是指向是他呀 好 那么我们通过slate呢 来slate一下这个快捷方式文件的属性 那么最终他显示的是谁呢 他通过这个链接文件啊 找到了这个文件指向的文件 最终是不是显示的他的属性啊 对不对 这不叫追踪吗 他这个链接 其实他里边也就是 指向了另外的一个文件吗 所以说他会 刨根到底啊 一直找到 这个他最终指向的文件 然后呢 把这个最终指向的文件的属性呢 做一个输出 里边那种啊 属性做一个输出 但是关于这个lstate呢 你看lstate 你给他指定的是什么文件 是不是他就给你显示什么文件的属性啊 对不对 他还会 如果是链接文件 他还会去追踪吗 会不会 他就不会再往下逃了吧 对不对 就是说他直接啊 就是说 给我们把链接文件本身的属性啊 就给我们做了一个输出 好 那把这个讲完之后 你说什么时候用呢 对吧 你既然说肯定是有对应的应用场景的 你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给我们单独的提供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假设说啊 我让你自己在实现ls-l的时候 你想想 如果你有state的函数 合适吗 用state的函数合适吗 不合适吧 刚才我们验证了 你用state的函数去怎么着呢 去显示链接文件属性的时候 他是不是他显示的是链接文件本身的属性吗 不是吧 他是链接文件指向的文件的属性 所以说你永远 如果你用这个state 永远找不到 类型为软链接的 这种类型的文件 你只有用什么呢 用这个ls-stata是不是你能找到这种 软链接格式的文件了 这就是他的一个使用场景 当你自己在实现这个功能的时候 那么你就必须使用这个ls-stata呢 来完成这个操作 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找其七种文件类型 否则的话 你这个软链接格式啊 肯定是找不到的 好 那把它搞清楚了啊 就这点区别 好 那对应了咱们再 再看一下 你看有个byl的咱们说 说明完了 那么这个byf的呢 byf的什么意思啊 byf你看第一个参数不一样 第二个参数呢 其实是一样的 为什么第一个参数不一样 你看啊 如果这个stata或者是ls-stata 是不是我们要传一个文件的名字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个fd呢 是不是也指向一个文件呢 那假设说啊 你在open的时候 那打开了 根据这个名字啊 打开了一个文件 那么它就返回一个文件描述符 对不对 那其实通过这个文件描述符呢 也能够汇到这个文件属性 只不过呢 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那假设说我们没有做open操作 那你拿到这个文件名就可以直接汇到它的属性 那么有可能说什么呢 我们要操作的文件呢 恰好有一个文件描述符 是不是你就可以使用这种fd的方式 去获取一下这个文件对应的属性了 是不是 这是 带f和带l的 他们的一个区别 那以后你在看漫文档的时候 前面加s加l啊 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其实啊 我们讲的命令里边呢 也有传透命令 也有不传透命令 什么意思呢 你看lls.s 这个里边 它存的是什么呢 它存的是11个字符 这11个字符是什么呢 就是English.tit 这个名字吧 对不对 你看啊 我vis.s 出来的是11个字符吗 是吗 不是 就说明这个vi命令是穿透的还是不穿透的呀 穿透的吧 好那你再看 rms.s 我现在问 rms命令是穿透还是不穿透的 你想想 如果这个rms是穿透的 那不就麻了烦了吗 rms如果是穿透的吧 就是说你这个s.s是不是删不掉啊 最终它删掉是谁啊 English.tit 所以说这个rms它就是不穿透的啊 这是跟什么呢 它所要实际的操作 跟它这个属性是有关系的 你看vi其实就是要打开一个文件嘛 那我们你打开这个11个字符 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意义 所以说它就把vi做成了穿透的 那么rm呢 你要删谁 他就删谁 不可能说我删这个s.s 要删这种链接 链接文件 那么你给我把链接文件 指向的文件删掉了 这也不合理 所以说这是根据实际情况 咱们讲的命令呢 其实跟函数一样 又穿透又不穿透 你在用的时候啊 就是说 DAT穿透还是不穿透啊 肯定穿透了 对吧 Lessmore呢 Head Tile呢 是不是都可以穿透啊 对吧 融会万通一下啊 嗯 嗯